我们紧接看到了俄罗斯动用的T 在上个礼拜动用TU95熊式轰炸机 他们挂了巡异飞弹 他这一次动用的话 这TU95熊式轰炸机挂了18枚巡异飞弹 对这个巴赫姆特重要的层次做攻击 TU95就看得出来大家知道 你看看他双螺旋桨双螺旋桨 所以他虽然有4个螺旋桨发动机 其实有8个奖页 因为两个奖页两个奖页就8个奖页 下面挂了我们讲挂了巡异飞弹 他这次挂了18枚的空射巡异飞弹 为什么要派这个呢 因为他在战场远端发射 以免近端的时候被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已经有爱国者飞弹 他原来使用S-300飞弹 S-300飞弹大概很消耗殆尽 包含波兰罗马尼亚 还有保加利亚给他的 他大概用光了 现在用美国的爱国者飞弹 所以爱国者飞弹还有成功拦截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完全拦截 有的时候可能 因为他涉及的地方 攻击的地方 并没有爱国者飞弹所涵盖的 我们讲到的涵盖的作战半径 如果在作战半径外 那没办法 没办法做涵盖 而且打仗的事情拦截 并没有百分之百 平常的话一般来讲 来高度来算的话 一枚这个地对空飞弹 大概拦截的成功率大概就70% 没有百分之百的了 没有说我这一颗飞弹一定打得到 那两颗飞弹的话你大概就是 百分之92.5% 那三枚的地对空飞弹去拦截 这些导弹的话 那就是97.3%大概是这样 大概要这样来换算 这是概率了 那还包括了背景的杂波 天后的状况 还有这个训练的素质 熟不熟练 对武器装备的性能了不了解 它涵盖的益处非常的多 刚刚只是讲理想的素质 而这个TU95发射了18枚的空射的巡运飞弹 打哈尔科夫重要的目标 可以看得出来 那其中有打到他的我们讲的化武工厂 这个就是在巴赫姆特的状况 造成一个大的爆炸连环爆炸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巴赫姆特市区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周遭一带 就是类似这个状况 有白鳞蛋 白鳞蛋的话叫个2000度 因为它这个有那个以前的导弹的 在前苏联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知道乌克兰是一个国防工业的重镇 那里边有一些导弹还有核武的这些装置 装置不是核弹头 它的装置并没有完全拆解 里面还有燃料在里面放那个厂 结果一炸掉之后整个造成大爆炸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个巴赫姆特市区也是满目疮痍 因为战火的这种摧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龙烟冲天 龙烟冲天 现在已经春天了 龙烟冲天 这个巴赫姆特 当然这类似的这些 巴赫姆特这些郊区 这些现在大概都几乎都已经没有百姓了 都几乎都撤出了 因为这个烽火连天 战火密布 那个很难在里面做苟存 那粮食不济又没有这些电 没有这些水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满目疮痍 巴赫姆特来讲 这个市区已经是一片的废墟 当然就乌克兰来看的话 他是挡住了俄罗斯的攻势 也消耗了俄罗斯的阻力 把俄罗斯的阻力脱陷在 被框住 被限制在巴赫姆特地区 但是也付出惨痛的代价 因为这就是巴赫姆特的惨状 大家可以看而且白铃弹还有温鸭弹 俄罗斯的这些重装 这些重武器都出动 那这样的话对 当然武器不长眼 但要怎么会长眼 哪都认为这是平民百姓 这个老弱妇孺 那不会这么讲 一定是这些 那这些那怎么办 老弱妇孺 所以巴赫姆特已经几乎没有居民了 都撤出了 那躲在地窖里面的 你会粮食不济 赶快撤出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断被残瓦 断被残缘的状况 巴赫姆特的状况就是这个样 这种照片呢 大概在网络上都几千张 好几千张 我们只能以一个代表性来看 已经没有办法去灭火 因为大家都 这战火连天 还要去灭火 故自顾不暇 朝不保夕 这个命在旦夕而已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匕首飞弹 匕首飞弹是足以极数飞弹 可以看得出来 俄罗斯现在用的匕首飞弹 匕首飞弹非常的贵 匕首飞弹一颗320万美元 你换成新台币的话 9亿6千万台币 这样一个弹9千万台币 你看俄国已经开始用匕首飞弹 几因素 因为要超过 5倍因素才叫做超高因素 也就几因素 它最大可以到10到12倍因素 那是不得了的 我飞行的时候 我最多只飞到1.9倍因素 我还没飞到2倍因素 它这个飞到10到12倍因素 那因素的话 一倍因素 一倍因素的话 时速是1200公里 那10倍因素的话 它一秒钟 一秒钟是1200公尺 1200公尺 你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样来换算 如果是10倍因素的话 它一秒钟飞1万2000公尺 就是一秒钟跑12公里 1万2000公尺就是12公里 那不得了啊 一秒钟就跑12公里了 因为它超高因素 极因素 非常难难 这次被爱国者飞弹打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匕首飞弹 它弹头其实不大 弹头是1000磅的炸弹 1000磅 1000磅就是450到480公斤 我们算500公斤好了 这个弹头 它的弹头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导引端 这是推进端 它的火要热断在这个地方 这个还有它的旗 就是飞弹控制的 那这个样子 它的弹头在这个部位 那这个部位总共都重 1000磅 450公斤 还不到半公顿 但是不要忘了 它这个造价9600万台币 320万美元 这1枚造价先用 它打它的那个就是 那个军火厂弹药库 所以造成那个爆炸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再看 它被爱国者飞弹拦截成功 在这个照片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张照片看得出来 它没有爆炸 你看到没有 掉在地上 这就是匕首飞弹的长海 被爱国者飞弹打到了 它用爱国者飞弹成功 这事实际上第一次 爱国者飞弹成功第一次 爱国者飞弹最早用的是波安战争 那时候伊拉克用了 蠕动飞矛腿飞弹 飞矛腿飞弹去打那个美军 他就拿爱国者飞弹去拦截 这是20多年前 波安战争是1991年 快30年前了 这第一次波安战争 成功拦截 爱国者飞弹成功拦截 飞矛腿飞弹 那现在竟然拦截 几云数飞弹 几云数飞弹 几云数飞弹讲过了 一秒钟跑12公里 就是一万两千公尺 你看它的长海 被打到了它的样子 掉到地上 长海变成这样 刚才看到了这个 这个匕首飞弹就在这个地方 它弹头我刚才讲过 就是一千磅 就是450公斤 但是不要忘了 它整个加起来 将近两公吨 因为它这个推身段 还有导硬段 这两公吨多 算相当重的 所以你看它这个输矛站 它只挂了一枚 因为这两公吨蛮重的 四千磅 四千磅 那这算相当重 它挂载 因为我当飞行 我知道它挂 那挂是一个钢 一个钢圈 钢圈前面后面 好几段挂在上面 那个因为它很重 而且飞机会有动作 飞机又有动作之后 你这个四公吨挂在上面 四千磅挂在上面 那很重的 你还做动作 那个挂耳 你看看它这个 还有它这个派龙架 是要非常的结实 你看它挂了 它贴的机身非常近 而且几乎没有派龙架 派龙架就是机身跟炸弹 跟飞弹之间那一个 我们讲到的它的那一个 那个那个 那个媒介 就是它那一个 之间两个的连接 连接器 就是我们叫做派龙 派龙架 就是飞机身跟飞弹 传统炸弹 之间的它的那一个 我们讲到的连接器 配接器 那个叫做派龙架 它没有派龙架 为什么它四千磅 很重 你看看这一个 你看看它这一枚的造架 这一个匕首的造架 非常的 非常的贵 就被爱国者的 分手拦截 掉到这个草皮上 它的残骸的这个样子 那这个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是首次 首次超 爱国者飞弹拦截 超高音速 飞弹成功 这是第一次 爱国者飞弹拦截成功 最早的时候 是拦截 导弹的时候 是在第一次的 沙漠风暴 我们叫做波湾战争 那个就是飞毛腿飞弹 那是拦截国成功 那我们可以了解 了解这件事情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